又到了广告时间 首先多谢大家 上一次我们有一个party 开心吗? 开心 你走了大家还未肯走 你说得很勉强 你举个例子 不用再来我 不用 人们很喜欢看到我剪辑 因为我剪辑已经变成了世界新闻了 日本人看到你变成了我 其实我不是变成了我剪辑 为什么是广告呢 因为我们在6月22日 端午节那一晚 我们有另外一次party 因应疫情之后 大家也很想再见面 这次不是吃饭 我们是品酒 也是光顾另一间 我们相熟的 一个 fine dining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 好像你们两个 在上环 在文武庙斜对面 那个详情 麻烦大家 去打92672622 与我们的行政人员联络 他会介绍给大家听 今晚有什么酒饮 也有什么消息 是吗? 希望大家拥有参加 顺便与陈智涵博士 与其他节目主持人交流一下 我今晚会亲手为大家 调整一杯welcome drink 我会调整一杯 我也会调整一杯 对 我很期待 你看我的样子有多期待 好了 卖完广告了 接下来大家就收听其他节目 好 回到第二节了 这一节我们讲一些深一点的东西 也挺深的 有深度的东西才能吸引到听众 是的 云说就是 Bill Gates年轻的时候 人们觉得他很聪明 人们觉得自己又琴不上去 于是他就问他 他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很难明白 Bill Gates不假思索 弹了他出来 Quantum theory of gravity 那那些人就拗手头 是的 一夜炮死人 对吧 量子重力 Bill Gates也是炮人的 他自己也不懂 的确实是 所以我们这节目真的 试试炮一点出来给大家听 看看听不懂得信 我先问你 你有没有看这本书吗 没有 这个 但是作者我就知道 Lisa Randell 为什么要知道作者 因为她的女性很漂亮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她是Ed Witton的徒弟 她在超原理论方面有她的创建 但我们这一节不是跟大家讲超原理论 而是跟大家讲一些 其实我会说你一直以为你自己说超原理论 就好像很high car 达得死人 是的 我觉得是的 我会告诉你不要了 不要追上上时代 我反而会比较buy Bill Gates的答案 你真的如果说到量子重力论 我觉得才是一个更加实际 和告诉别人更加符合潮流的学术尖端 我普通他有说少少的 他虽然不是这篇 但这本书也很好提的 不就不说这本书吧 我说了一个八卦的东西 我在普林斯顿里有一个私底告诉我 当年Lisa Randell 是漂亮得有些读 PhD 即是有人不是读 PhD 而是教授 为了追到最后追到痴了线 值得吧 物理学家英俊是很少的 物理学家英俊是更加少的 我纯粹因为她英俊才买这本书 我讨论的 但是是看得明白的 不用怕 我们由头开始讲起 在物理学上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间 尤其是广义相对论之间 是否存在一个基本上不可解决的红构 矛盾 是否不可解决 我们不知总之有人在解决 譬如我们很想找一套综合的理论 一次过解释由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 以及几种不同我们认识的基本作用力 譬如电的作用 磁的作用 核子里面的作用 以及重力的作用 我们可否将它做一个大统一理论 来将我们所有物理世界所有的物质行为 都可以收入到一个单一理论 然后解释所有的东西 尝试有很多 譬如爱因斯坦晚年就是做这件事 同一场 其中一个是带领大家进入这门学问的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亦是大家不难明白的 譬如我们知道电池作用的那条力的公式 是平方反比的 那条叫库伦定律Coulomb's Law F等于1 over 4 pi epsilon naught QQ over r square 其实over r square的平方反比 在电池学 譬如两个正电学的排斥力有多少呢 排斥力是随着你的距离平方反比的 越远的时候排斥力越低 就以平方反比的数学规律来描述得到 另外同样遵守平方反比的基本力 就是万有引力 牛敦的力学 他写下的那条就是gmm over r square 又是有平方反比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 为何这两个完全好像国不相干 重力的东西还重力的 电池的东西还电池的 但为何他可以表现同一个平方反比定律 是否一个偶然 会否有一样背后更加统一的 是同时间可以解释到两个东西 为何原来是这个铜板有时的这一面 表现成为万有引力 有时代表现成为电池的电池力 那奈因斯坦自己本身也很想去思考这个问题 中间亦需要思考的就是 有没有一些学问可以同时 如果我们解释到高能的世界 宏观的世界 同时也解释到微观的世界 譬如在核子世界中 我们发觉既需要识得量子力学 亦需要考虑到相对论效应的一个场合 所以如果我们研究那些量子式动力学 你会发觉那些顏色 开始就会有相对论的东西要放进去 甚至如果你不考虑 基本上你没有可能合理解释到 你现实看到的东西 所以在中间研究这些物理理论的时候 是经历了一个阶段 我们怎样能够将电池作用力 与核子的力做统合呢? 于是我们有人做也能够做到 如果说杨振宁教授做的规范长论 是其中一个理论贡献 是帮我们将一些电池作用的力 与电药相互作用的力去统合 这些如果听不明白 不要紧了,只有名字来的 然后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一些息 可以在量子力学的层面 将相对论效应考虑下去呢? 譬如你说Port Direct 它的Direct Equation 它本身亦会有这样的考虑 甚至亦引申了一些量子长论 或者首先是一些 要考虑到相对论的量子力学 Relateristic Quantum Mechanics 如果再高层次一点 就去到量子长论 这些都是说的 20世纪中后期 已经有很多人去建构 亦有很多人取得了诺贝尔奖 例如Richard Feynman做的那堆东西 量子电动力学那堆东西 其实都要将这些量子效应 与相对论效应 尝试在某些场合统合起来 好了,所有这些研究 其实仍然是暂时跟万有引力无关 很多的尝试将万有引力都放入这些公式 但不是很成功的 现在我们就说了 如果要建构大统一理论 其中一个手段 刚才提到的一个名字叫原理论 我们可否将世界上所有的万物 都看成为一些省 它不同的震动形态 然后我们要去接受 这个世界可能是有很多 超过三维空间、一维时间 一些高维度的概念 如果你愿意接受到这些图像 它似乎可以给到一个数学模型 去解释到我们的万物 这纯粹是一个想法的数学框架 实际上它是否已经能够做到 预测到我们的物理世界看到的东西 我并不是的 因为它用到的维度太高 我们的自由度太多 于是很多东西 只有说字就没有计算到的 你亦不能实证 因为我们没有实验 可以计算到第四、第五维的东西 所以很窄试 所以我看过一些网上很有趣的人 有些memes 图画 有些人写了一本书 不知道是否真书或假书 它里面有一个章节 写着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String Theory 就是原理论的实验根据 实验的证据 那个章节只有一页子 里面只有一句 你猜那句是什么? Nothing There is no evidence No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string theory 你出了一张八字就没有过 是的 就是这样 其实做今时今日 原理论说了这么多年 吹了很多 又出了很多明星级人物 它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因为没有实验去对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甚至很多学校 根本上不再想放任何资源 可以说至少是近二十多年 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到二零零几年到今时今日 没有什么人放下了 反而有人说 不可以只是把所有的压注 放在一种理论里面 所以量子 Quantum gravity 尝试将重力长造量子化 建构一种理论 尝试借一些量子长论的概念 将它放入引力论里面 然后希望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统合 这是另一个新尝试 所以说如果想尝试将引力 放入其他理论里统合 现在可以说Quantum gravity 量子重力论 反而大家更愿意放入研究 即是你变成热门了? 即是值得投注的? 这样说是否很热门呢? 都是一点点 小弟自己当年读书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主要讨论 其实是看哪间学校的 其实大家越来越多人 主要是如果做这些统一理论的人 就会放更多的心思 在量子引力论里面 说了这么大堆这些东西 只是纯粹介绍而已 那我们今天星期 为何突然拿出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在科学精神上 是重要的一个进展是什么呢? 我们终于有一个初步的现实观测证据 是比较倾向支持量子引力论的 因为你想知道哪一套理论最適合 就是看哪一套证据 原理论一直给不到证据 一直做不到实验 如果你有另一套理论 能够提出一些正义的方法 然后尝试给出答案 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是可以正义的 才会认为是一种科学 这个星期有一个研究小组 公布了一个天文观测的结果 他们认为这个天文观测 是可以帮他们结论到 这些量子引力论是有它的根据 他们提出的一个观测 为何由观测度可以决定 他们给出一个由量子引力论的预测 他就说如果有一个很激烈爆发的天体 他给出了一个加码射线爆发 他给出加码射线爆发 很多时候因为上面有一些很激烈的活动 可能是有很大堆东西 跟其他东西撞起来 或者他在做一种超新星爆发 于是乎有很强的核反应在里面 于是乎会产生很强的加码射线 但通常这些爆发也伴随着 会产生大量的中微子 我们就会说 如果我们的量子引力论是对的话 以我们用量子引力论来计算一下 这些中微子的行为 光子就不用用到这些引力论来计算一下 光子的行为基本上就是他来就来 我们就会发觉 有一些特性 我们可以比出来 是可以由天文观测 分别到究竟 量子引力论的预测是否正确的 那预测是甚麽呢? 他就会说 中微子照计都是光速行进的 以我们认识中微子本身的特性 和光都是一样光速行进的 所以如果他们同一时间产生 就同一时间来到 我们会同一时间量度 但现在我们看到 似乎是他们 不是同时间来到的 好了,不是同时间来到 这样就会说 如果有量子引力论 它会令到中微子快了还是慢了呢? 我们首先要在天空上观测到天文现象 我们突然间量到一堆中微子 和突然间量到一堆加码石线 他们是否由同一个源头来的呢? 现在他们在找这堆东西 他们就特别去考究那些 应该是来自同一个源头的 这些这样的天体 然后看看他们那些 加码石线和中微子来的先后次序 以及他先了多少和后了多少 他的观测结果就是 其实他们都很肯定 在他们去找的那堆观测之中 那些加码石线和那些中微子 应该是同一时间出来的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似乎 那些中微子是慢了一点 就不是快了一点 而慢了的结果就比较倾向 你要怎样解释到呢? 他们会说 如果我们引入量子引力论 来解释中微子的物质行为 这些中微子因为这种量子重力效应 竟然在能量越多的时候 它反而就会被拖慢了 这件事很有趣的 跟我们一般的理解好 按照计任何东西能量越高就走得越快 你的动能力 你的速度越高就越快 就算是相对论的 你也是一样的 不过就是你给的能量越高就会越快 不过它快得越来越慢 你不会说出现这些情况 你给的能量多一点 它会比较慢了 那这件事怎样解释呢? 原来 量子引力效应 你可以看到这些中微子是会 慢了 慢了的话令它们离得迟了 离得迟了 甚至乎它整个先后次序离 整个统计量 和我们的预测是否笨合呢? 现在就会说 证据就倾向有利于 量子引力论给出来的预测 但是不是完全笨合呢? 都未完全笨合 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结果很重要 其实在去年 可以说大半年前 他们已经公开了这个研究结果 但到了刚刚这个星期 才正式被Nature Astronomy 自然期刊下面的天文期刊 刊登出来 我们就会说 这个算是 量子引力论 有人去建构的理论以来 是第一个天文实证的观察 来将它正义 但那个正义的结果 原来还未是很实证的 但起码有人去试 我就会说 在研究这些 很高深的量子论 引力理论里面 我会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但都是一篇 paper 还有很久 有很久 但我想问一下 如果用量子的理论去解释 引力的话 那我们是否需要引入一个叫做 braviton 即是引力本身是粒子的现象 这就是标准模型中一个 我们既不知能够承认的一个成员 要这么说 我会说是 如果 引力场 都是我们要准备把它看成为 其他可以量子化的量子场 它应该会有一个对应的粒子 譬如上帝粒子 对应有一个叫做Hexfield 所以就会有对应的一个 即是量子力确就是 逢是有墙有粒子 逢是有相互作用 就一定有传递相互作用的粒子 譬如电磁场 原来就是以光子作为 其中一个力量的交换子 引力场 照计应该就不是特别的 它跟其他的基本力 那些叫做电弱、电强的相互作用 甚至乎电磁的相互作用都一样 应该是要有一个 对应的力存递子 所以我们就会说 照计应该是要有 引力子存在 甚至乎现在我们说有些引力子应该是没有质量的 应该怎样 有人甚至会想如果有少少又怎样 这些是另外更复杂的故事 这里我也要承认 我自己的认识都是很皮毛的 我只不过仅以我自己 读过其他旁边的试试去触类旁通 来解释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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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元 asX& again 希望 wrote每天,Mrmeeter 不如高音周an讲这个评论 如果是讲详细的,不是讲不了 但是起码都讲成几个月的 如果是这样曾经ビ比比比比比的比比比éta 所以说一談рыв 有新闻的时候那就有点信息 Crew 1,й Gars owski 再讨论 接着我们再跟追射论 hacia移的 好 按小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